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美國的態度 美國的反應呢 白宮的國安顧問蘇利文是有講話了 他說中國在升高兩岸緊張局勢 沒必要 美國不會在捍衛西太平洋的利益退卻 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負責任的行事 避免任何在海空領域 可能導致錯誤誤判的情勢升高 但是蔡英文這邊回應 大陸軍演是不必要的 認為台灣一向對建設性對話 抱持著開放的態度 但是通常我們會看到 一定會發個梗圖 一定會指責對岸 但是臉書動態居然只停留在昨天 裴洛西訪台 反而對於解放軍在今天展開的行動 還有接下來這幾天 完全沒有任何的回應 這是什麼一回事 你要體諒他 他因為不想要怎麼回應 因為美國說這是不必要的 他就出了他的話說 這是不必要的 美國說什麼 蔡英文就這麼說 對 領海 被解放軍拿去當演習區域 這是不必要的 然後飛彈 因為彈道導彈 當然不會進入大氣層 我想這個賴教授很清楚 那大氣層不可能是我們的領空嘛 所以不是我們領空就不算是飛越臺灣島嘛 他聽懂了沒有 這邏輯上他聽懂了嘛 沒有彈道 沒有任何的彈道導彈 會在大氣層以內飛行的啦 都一直接打上去就知道大氣層上面嘛 那是大氣層上面是什麼上面 你就大家想就知道了嘛 難道他會 會繞一個大 他又不是巡力飛彈 所以巡力飛彈才會跑來跑去啦 彈道導彈不會一定是拋物線直線 速度非常的快幾秒鐘就打不去了啦 那拍也拍不到 照片上拍的不是彈道導彈 彈道導彈的速度快到你無法拍起來了 那個是一般的火炮啦 所以簡單的講 大家都在 想說我盡量不要再去刺激解放軍 手穿的是這樣 好吧好吧林海就讓你演習吧 你演習完了可以回家了吧 大概這個意思嘛對不對 那不會去考慮法律問題 不會考慮政治效果 那以後再說嘛 那韓明兄講對了 以後我們台灣要唱春夏秋冬 有一首歌春夏秋冬 他只要你搞不好一年來四季對不對 他要冬季訓練嘛 要夏季訓練嘛 秋季訓練 所以這個東西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這個現在是政治情勢惡化 導致的一個軍事狀況的不穩定 那所以你看G7 講了稍微勸戒的方式 他講說你八國聯軍嘛 沒有錯裡面少個澳大利亞 他說你要湊個八國聯軍 你就儘管放馬過來吧 那那八國聯軍代表 澳洲還真是 他說美國跟台灣高層官員交往程度 那他們的事 不關我澳洲的事 這個標準就是安倍金山的話 被顛倒說了 台灣有事 日本沒事 台灣有事 澳大利亞沒事 台灣有事 美國沒事 所以 這才是現實 這才是真正的見真章了嘛 那你說現在台灣有沒有事 誰敢講現在台灣沒事 只是事大事小的問題 對 那現在台灣有事 小事你們都躲開了 大事你還敢來 所以日本人這個就是吹牛吹一吹以後 這個稍微檢驗 不然你日本不是很了不起 初銀號嗎 初銀號 拜託 岸田文雄 你這個把初銀號派到我們東部海域嘛 對不對 你也發射個攔截導彈嘛對不對 這麼你有攔截導彈的本事嘛 平常有繞 現在都不繞了 什麼突然間要 什麼這個飛機座椅壞掉了是不是 很好笑嘛 對我是覺得 不曉得怎麼講 就是 這些人到有事的時候 真的是躲得遠遠的 你台灣自己的事 你自己處理 對啦 你自己處理 你自己處理 就是什麼事情真的 大難臨頭 就是你台灣人自己面對 現在只是小爛人還沒到大難 小爛他已經跑光了 大難你大家自己想嘛對不對 對啊 那你看 現在這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都講 是要遵循一中原則 那台海就風平浪靜 軍演是反擊美方 跟台獨分裂勢力 重大的挑釁舉動 因為外媒都記者都在問嘛 軍演如果出現擦擦走火 近距離的什麼相遇的話 中方有準備好應對嗎 華春瑩都這麼說了 可是我們再看 另外一位發言人 美國白宮的這位發言人 他在白宮記者會被問到說 如果中國因此對台海事態升級 會什麼後果 這發言人 跳針的回答說 我們早知道這會發生 我們知道中國會有這樣的回應 美國其實早就知道了 然後又重申說 不會改變我們的一中政策 賴老師 這是什麼樣子的回應 這個就是怎麼樣 就是不談說 會不會打起來 然後美國要怎麼樣 但是他說他早知道這個會發生 這個就是白宮的態度很清楚 所以他一直反對佩洛西來台灣 白宮一直反對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白宮可以有作為 但是他沒有作為 美國的軍方可以有作為 可是他沒有作為 那明明白白的知道說 這個事情很嚴重 這個事情不應該 尤其是佩洛西 跟台獨的這樣混在一起 會把中美的關係搞壞 而且中美本來已經通電話了 預計要在集團體 11月份 兩國嚴守很有可能 會要面對面見面 要來解決 討論很多事情 那佩洛西一定要來 那當然是跟台獨的是有關 那跟台獨的有關的情形下 你美國的白宮是反對的 美國的輿論也是反對的 那你就白宮就應該要做一些事 但是白宮就是沒有 所以現在就是讓解放軍 就給了解放軍一個大好機會 來採取行動 對 所以如果佩洛西不來 那台獨的不邀請他來 那解放軍就沒有一個正當性 也沒有一個合理性 也沒有一個理由說 我要在你台灣的周邊 沒有台海中線了 也沒有領海了 我就在你周邊那邊舉行軍演 舉行軍事演訓 頂多像以前一樣那樣 就是繞一繞嘛 那以前會繞一繞 就是因為美國打台灣牌 來的官員層級越來越高 然後議員的團隊越來越大 你每身高層級 他就給你繞一次 每身高層級就給你繞一次 然後越繞就越緊 然後船艦也來了 航母也來了 飛機也來了 什麼都來 好 那你現在佩洛西再來的時候 那就演訓了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說 坦白講的 台灣今天弄到這個樣子 真的是佩洛西成就了他自己 但是民進黨是害了台灣 拜託在這個部分裡面 你民進黨你給大陸有個正當性 他可以在台灣的周邊演習 而美國或是G7 他們的批評是無效的 因為沒有人會理他 而且國際社會不會理他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 你會發現 每一個國家都泄底了 日本沒有 台灣有事不是 就日本有事嗎 剛剛鄭元兄講得很對 台灣有事不是 日本說就有事嗎 而且還寫在白皮書裡面 寫在日本的國防白皮書 結果台灣現在有事了 日本沒事了 那當時澳大利亞的總理不是說 台灣有事就是澳大利亞有事 澳大利亞要去支援 現在呢 現在又慫了 那是他們的事 因為真正的軍隊已經出來了 這個時候發現 不是動嘴皮的時間了 好 那所以這些國家 全部都認慫了 那認慫了你看還有更有趣的 本來日本的外相 想盡辦法要跟王毅見面 結果沒得見了 取消了 而且不再安排了 是啊 那安定文兄 怎麼這樣 那沒得談了 所以我覺得 以目前來說的話 玩到這個結果 你看美國倒霉 日本倒霉 台灣民眾倒霉 民進黨台獨的賺了 還有佩洛西賺了 那這樣到底 這本賬我們要怎麼算 而且剛剛韓兵 我還看到一個最新消息說 日本因為有那個 中國大陸發射的這個飛彈 說有落到他們經濟海域 所以他們感到很有壓力很緊張 所以好像還要跟中方 來表示一些什麼意見 人家現在見都不見 你要表示什麼意見 能怎樣呢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其實之前 就是他們劃定這個 他們可能演習的範圍的時候 日本那邊就已經對 他們的經濟海域 可能會被飛彈擊中 表達憂心了 那現在確實擊中了 那問題擊中的又怎麼樣 他頂多就是大使照會抗議 他也不會採取進一步的動作 也不可能啊 你要採取什麼動作 你要派你的艦隊來嗎 對啊 日本的艦隊是有反導能力的 對不對 那你來試試看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引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